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伊甸好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庄民国113年7月6日星期六早上7点钟 一早来要做一个悲惨的记录 早上很早起床 就来院子打草 结果可能还没睡醒 手的力道还不是控制得很好 发生了一项悲剧 这边 我们的菜式酪梨 跟我们这个一树多品的芒果中间有一颗 加选三号酪梨 刚刚在打草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圆锯 打草的时候使用的圆锯 距离没有控制好 结果发生悲剧 我们的加选三号酪梨 整株被我锯断了 你看 回了 这一颗 整株被我 从头这边锯断了 怎么办 我待会 这个距离我看也不适合再重了 我待会赶紧 取这个枝条 我们到 洛梨砖区那边去 砖区前面有一颗 有一颗 洛梨 本来接建地园区那边的石胜洛梨 那一颗之前架接都没有成功 我们等一下赶紧取枝条过去那边 做 做架接 不然这颗 加选三号就 就没救了 赶紧 我赶快现在来取一下枝条 待会马上过去做架接 最近期最悲惨的一次割草记录 找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适合的枝条 哎呀 整个段啊 真的行 这段可以 这段 再多剪几段 太阳那么大 不知道今天架接会不会成功 没什么把握 剪个几段 比较漂亮的 赶紧拿过去架接 精神不济 这原定 原定老哥看到一定会当场一定会骂死我 这个 挖刀 已经这么大颗 这颗种蛮多年了 这个是老哥架接的 趁枝条还新鲜哦 我现在立马呢 就要赶过去 架接 好 我们就取这三段 赶紧过去 赶紧过去做那个 架接上去 不然我们这个架选山后就 就没种了 好 我们赶快过去了 快点 飞奔 啊 现在想起之前有好朋友说啦 就小树的旁边哦 放个那个塑胶管 就是那种水管大的水管鋸一段哦 然后把它围起来 就能够避免我们割草的时候的这种惨悲剧啊 不过原子哦 数量很多 如果有搞这个的话 没时间啊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待会如果割到这边的时候 这里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然又断了 还好 如果离架接不是那么困难 我们赶紧 带过去架接 走 好了 我们到了我们的酪梨专区了 那我看这边好像前几天 老哥有来做打草 还有这个打草的痕迹 那这个打草实在是很困扰 如果不小心 这些果树都会受伤 那就是这一棵 这棵呢 就是之前呢 有嫁接我们 建地园区的那个食生酪梨 因为那棵食生酪梨很好吃 只是说种子很大 我们本来是要留着 让它就是取它种子来做一个 一个育苗 就是食生酪梨的育苗 增木的育苗 不过呢 后来 这边后来又有嫁接 不知道什么品种 失败了 那另外这边是 另外这边这个品种是嫁接的 这边这个品种是嫁接的 那那边的 还是食生酪梨 我们现在找一棵 就中间这一段好了 我们就把它嫁接上去 我来找适当的位置 好啦 赶紧动手 不然这个枝条 可能有点 呃 不新鲜 就不好了 好 找个位置 加 啊 好 赶紧 我先把这个结穗 避免它 那个 不新鲜 我先把这个结穗 先把这个结穗 用实大膜 帮它包起来 我先把这个结穗 搅拌一下 来 倒霉 倒霉 再整理一下 好,大概包這樣就好,因為待會底下是要削 削架接切面 好熱的天氣啊 想說早一點出門 會比較涼爽 割起草來比較不會那麼熱 結果誰知道呢 這一精神不計之下 真的不適合割草 太危險了 手力沒有控制好 嗯 好 好 好 接下來 來架接了 來架接了 找一下 好 這一隻 就接在這裡 好 好,三隻齁 我們接三隻 好 好 好 我們待會 這裡接一隻 好 這隻接一隻 那 上方這邊 好 煮乾這邊 接個兩隻 好 試試看 我們先接 我們先接煮乾這裡 我們先接煮乾這裡 先接煮乾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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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一下切這個切面 这皮有点厚了 擦皮接好了 好玻璃了 脱离了 大概宽度大概就这样 OK就这一段 这边比较宽 这枝条比较粗 接这边 好 那这枝比较细的 很紧急之下来嫁接了 大热天 待会接完一定要帮他做防晒 希望会过 不过的话我们就 加点3号可能就绝肿了 先固定起来 工具也没带齐啊 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胶带好像没带 我再用食蜡某对折的方式 帮他做那个 加借出了一个加强 短掉 这个食蜡某品质 真的是 是 啊 嗯 嗯 嗯 最主要是這個要固定住 膠帶沒有膠帶啊 有太好了有 藍色膠帶 之前沒用完 來,把它塑緊 好 接下來 就是幫他做一個套帶 我去找一下合適的套帶 哇 這邊遮住了 哇,剛剛一直沒有對焦 不好意思喔 剛剛沒有注意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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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帶 來 我用這個 稍微把它套住 看一下 好 暫時先用這個杯子喔 稍微把它套住 之後呢 找合適套帶來之後 再幫他做一個套帶 因為他現在最怕太陽曬 他底下 底下有透氣啦 所以我們先姑且這樣 趕快再接第二隻 啊 快點 我們家街的演示已經很多遍了 我今天就做個紀錄就好了 主要就不掩飾它架接怎麼架接 簡單就是今天就做切皮接 切接啦 切的有點糟 重來 今天沒有打算架接 所以這個刀具也沒有做一個整理 所以有點危險 好我們架接好了 那剛剛在接第二支架的時候 因為這個太陽太大 溫度太大 所以導致這個機器當掉 所以就沒有接續了 所以我們今天把它架接好了 那再來我去找了這個套袋 加剪幫它套一下 如果這個有點 加剪套一下 這邊把它剪掉 嗯 嗯 剪到這邊好了 暫時這樣子就好了 好 那另外這邊 另外這一個 我們剛剛是用那個杯子 先幫它套著 這個杯子 只是不要讓它 曬太陽這樣而已 好 杯子拿掉 隨時要來看有沒有發芽 有沒有什麼狀況 那這個必須要用膠帶幫它封住 這個時間連假接我實在是沒什麼把握 因為太陽太大 太陽實在太大 好 好 就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這個套袋的上端呢 我會用刀子把它割開 讓它可以透氣 避免悶著 OK好 那待會呢 我會回到我們主園區那邊 新園區那邊 再把家選3號的一些枝條再剪下來 拿回冰箱去暫時冰個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內 如果還有 這個 如果你要假接的是還可以用 那超過一個禮拜就不太適合了 好 我們記錄到這邊 下次見 拜拜